歡迎回來蘋果掀房市 其實自找工班啊 你自己就是兼工又是設計師的角色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應該更積極的去參與這個施工的整個過程 那到底這個中間有什麼每個要注意呢 請看我們的VCR 裝潢施工的進場順序呢 第一個動作呢就是做保護工程 從門口進來的地方 地板我們就開始要做保護工程 保護工程是施工前最繁瑣的步驟 工班常用一分厚木板保護瓷磚地面 樓梯扶手也是保護重點喔 先做那個電梯保護 然後再開地 由水電的師傅進場 做我們施工工地的斷水斷電 臨時用水電的配置 需要修改的部分進行拆除 做新的管路配置 現在在做這個水瓶 把那個冷熱水的水瓶把它打出來 因為現在已經牆壁已經磨好了 要重新來接 就很麻煩這樣 水電師鋪設管線同時 一座師傅也進場 接著是木座 再來是油漆 最後工班會將工地清潔完畢 交給屋主乾淨漂亮的新家 新屋整修的工程一般會比較快 只是在新增上去的裝潢隔間工程 工程時間大概會在一個半月 老屋翻修的話 工程我們通常有時候會抓到 兩個月到三個月之間 只要你事前規劃計畫的越詳細 師傅在施作的時候問題也就越小 周文涵採訪報導 所以剛剛這個VCR 他好像把這個工序講得蠻簡單的 那實際上我們這個正常的工序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嘉欣 工序上面其實就像剛剛影片所提到的 我們主要就是說第一個保護的部分 那保護的部分的話 就是以原本的這些裝潢 我們一定要盡量去保護它 不要被破壞到 比如說像現在地板磁鑽 假設它已經新做好 磁鑽很貴 對 像這個的話 甚至於有時候我們為了保護它 我們會鋪到兩層 甚至於三層 你說保護的部分鋪到兩到三層 對對對 它不見得就是鋪一層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對於一些 比較容易撞到的 弄壞的 我們都要很小心地去鋪 複修 對 像這些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會進入 這個打除的部分 那打除的部分其實站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唯一要去care就是說 請大家齁 那個先跟公攀交接清楚 因為我們常常遇到的問題是 公攀進去打 打一打之後 把原本好的打壞 他說是你的問題 這要怎麼解決 對 這種就是沒有講 可能就是沒有講清楚的部分 對對對 為什麼會把好的打壞啊 因為我們打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它到底 比如說我們天花板上面有吊管 那拆的時候公攀的想法就是 我直接下去喔 管你的出力 可是把它弄裂了或什麼的 這個東西其實是隱藏性的風險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沒有跟它講 或是說排水管本來沒有堵的 它都在堵住了 這種發生狀況不是沒有 有可能是施工的過程 對 因為有些師傅 他可能就是材料弄一弄乾淨 然後說我給你灌下去 倒下去 結果最後塞住了 這個問題我事先已經跟你交接了 你不要用這個來躺射我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拆除 我覺得這個部分要去做好 你說要先把家裡好的部分都一一的點焦 拍照照清楚耶 做都好的 如果壞掉了就是你有問題囉 對 就是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個要去注意的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說 木座的部分 泥座接下來會進來做 隨便做好之後泥座 泥座之後木工 木工有期 最後就是做一個裝飾性的部分 那當然大致上這樣畫一個工序就完成了 好 對對對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你自找工班啊 你一定要很積極的去監工 看看整個施工的過程 因為你自己就是工頭對不對 對 那我好奇的問一下邱大哥 這個自己到底是要多積極啊 每天去嗎 還是直接感覺就住在現場 跟工人同進同出好了 緊迫盯人 當然你是可以每天去啊 那我其實是不太認為你一定要每天去 其實我們有 在我們的部落格上有寫幾個是關鍵監工的地方 那冷氣當然有幾個關鍵監工 就是這幾個關鍵的地方不要出錯就可以了 那新房子裝潢當然比較沒有問題 舊房子就比較更多關鍵監工的部分 等一下都會替我們帶來照片嘛對不對 對 常常有人問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需要怎麼跟工人達成一個態度 是不是需要幫他放放啊 帶阿比啊 對不對 檳榔啊準備好 其實我倒認為 我們可以抱持著一個認真的態度 稍微一點點嚴肅 但不是隨便 所以你不需要跟工班是body body 因為其實你們也不是body body 比較像是老闆跟屬下的關係 只是這個老闆對這個事情不是那麼清楚 那我比較喜歡的工班跟業主的關係 是比較嚴肅一點的 剛開始很認真 他到做到哪一個地步 你覺得他做的特別好 再有一點飲料或一點獎勵 我覺得都很好 那基本上我也不太希望太多有機啊 或食物這些東西成為垃圾 因為在工地裡會非常混亂 那每個工班都其實應該 把自己的垃圾都應該帶走 讓工地才會更清潔 所以跟工班的關係呢 實話講你不用跟他稱兄到底 然後他也不是會送你什麼東西 saviso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不再變更設計 或者你用比較嚴肅的方式 去再看幾個關鍵監工的方法 你應該可以跟工班達成一個比較良好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關係是不是就是 你知道要拿捏得好 又像跳恰恰那樣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你進了我退了 我退了你進了這樣 剛剛好就好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兩位專家 也要幫我們分享一下關鍵監工 所謂關鍵監工是不是就是說 你在施工的過程 關鍵的過程 特別需要注意了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有一些圖面 好像可以來參考一下 是的 我們其實在立窗框的時候 其實大家現在最怕的一點就是漏水 立窗框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鋁門窗大家常見的 要把框安進去 安好 對對對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常遇到的都是從這個底部 或是旁邊 因為灌漿你沒有灌飽 所以水呢就從這個縫就直接進來 這個是很常發生漏水的一個原因之一 所以漏水很常都是在這個裝窗框的時候出問題 對你沒有把它灌好 像這個工班他後來就是 他窗框不交給泥座座自己灌的原因就是 老是漏水之後呢 人家就說是你窗戶立的問題 然後他也一定很生氣說那是你泥座的問題 很悶 因為不是我的事 可是我要去要幫你擔責任 對 然後最悶的一定是屋主 屋主就是說那到底誰的責任 都不是我們的責任 那算你倒沒好了 這很討厭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從外面來 其實你框立好之後 外面其實是有縫的 那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都一定要去施打水控 那水控我的建議做法 除了施打以外 有的是直接抹過 但是最好可以捨滾 這個是抹的過程 用手去抹 手指去抹 按摩它 因為其實你打下去之後 它容易有孔隙 你用色鬼的話 它比較容易就是那個縫 會把它填滿 比較吃得進去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要看你有沒有給它按摩 就是觀察它按摩 是這樣子嗎 就是手指這樣子 就是 就是說像這種情況都是一些小細節 但是它外面真的盡量要做 那我也是有看過 因為確實有些狀況是 它立的框真的樓層太高 其實我是覺得也還好啦 它可能真的不方便或是什麼 弄不到這樣子 夠不太到 可是盡量這件事情還是做的話 是 因為我說真的一個方式 你只要遇到漏水 你真的是會覺得天啊 我怎麼那麼水 對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是 修起來又很貴 對 可能你要重新弄掉什麼的 沒錯 我覺得這次很重要 所以立框師傅一定要有這種金手指啦 好不好 這個不是 不是只有這個看片子的時候需要 好來 笑得這麼開心 他瓜哥還是看不少 好了 表示嘉欣大哥 可能他手指也蠻厲害的 來 我們分享下一張好不好 這一張的話 其實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就打錯的時候 那個師傅在拆管線的時候 這是天花板的部分 他在拆那個天花板的時候 他就不管嘛 他就覺得 我就是要把它拆下來 可是他一拉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給我管裂的 這個是什麼管啊 這個是排水管 樓上的排水管管裂 這樓上排水管裂 那不得了咧 所以還好是拆除階段的時候 樓上就用水 水滴下來 趕快處理掉 對 如果這個東西是 天花板已經裝好了 對 那我不是整個還要拆開再重來 你看這個一來一往 差多少 所以我就說有時候這種都是細節 所以才會剛剛提到說 我們是不是業主 在跟找公班的時候 先交代清楚 哪些是好的 對 你要幫我保護好 狀況是好的 你不要說到時候 推到我頭上來 天花板明明這邊就沒露了 現在露了 你說沒有我不知道 本來就這樣的 這個好像有點就說不過去 所以這是重要的 另外一個是貼磚的部分 貼磚的部分的話 當然這個是蠻基本的 另外一個 重點是說我們的磚 尤其磚越大快的時候 它的背磚 我們一樣就是要上背角 而且一樣像這樣子 把它的尺痕抓出來 再黏貼 抓尺痕是指說 要這樣這樣一順一順的 才是好的嗎 比較有摩擦力 可以黏住 它黏固度啊 這樣牢固度才會高 尤其現在的磚磚要大半 要好看 隨便都 三十六四都蠻大片的 對 也建議大家使用的黏著劑 盡量用易焦泥 不要是那個水泥啊 加在海菜混那裡 嚼嚼 我們在現場怎麼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怎麼知道啊 不用擔心 因為你到現場去 它一定有一包上面寫易焦泥 喔 易焦泥 如果它在貼磚的時候 沒有出現這一包的話 比如說 師傅我需要去幫你買易焦泥 現在買阿比之外 還要給他買這個 喔真的是很難辛苦 四倍好啦 是是是 OK 所以就是這個易焦泥 應該說這個尺痕是 越密越好嗎 還是 不一定 原則上我們 小片一點的話 我們會比較密一點 大塊的我們都會比較粗的 要出線條的 喔 這個就是師傅在貼磚的時候 在看他的那個拿捏 他們自己會有一個經驗了 對對對 那接下來這個好像是在塗牆壁是不是 這個是在做防水 防水很重要 防水很重要 最常使用就是廁所防水 浴室防水 那其實我這邊帶來主要是說壁面的 壁面的話第一個我們現階段 因為以前大家的規定都是可能 180公分就好了 對啊 主要原因是因為洗澡嘛 你只要不要見到就好了 那其實 因為我們一般大概也不會 手舉這麼高在洗啊 對對對 這樣子要整人家 我覺得不會 那其實我覺得因為防水 它其實沒有那麼 說真的它其實是 那個錢費用或成本很低 相對是低的 所以你請他把它漆到天花板底 對 起碼就是完成面 可以要求它 對一個高度 然後第二個 至少說就是比較安全啦 如果說真的不幸遇到那種長很高的 對 姚明姚明在洗澡 姚明在洗澡 姚明在洗澡的話 真的沒差那種乾淨了 因為這真的還好 另外一個就是希望那個毛細孔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在廁所都是觸配層 它的毛細孔比較大 對 所以我們希望在滾塗的時候 你還是盡量密 因為我其實在工地也常常看到有人塗過去 我塗過了 塗一層就好了 塗過就塗過 那個時候有些洞啊 孔啊 其實它並沒有塗滿 漫塗 所以它就走了 就這樣子 其實這個都是不好的 嗯 所以在做防水的時候 我們去現場看 如果說 它走了之後 欸還有很多孔的話 可能要請他回來再補一下喔 你就是看到它並沒有吃進料 其實這都不對 而且另外一個也是提供給大家 就是說 不要以為防水層塗越厚越好 它滾塗 越厚應該越防水吧 No 它一定是滾塗一次 等它乾 再滾塗第二次 你這樣一層一層做上來 這個厚是有意義的 但是你一次 它跟你講 太多了 一次塗很多 因為防水材它乾燥之後會滴掉 它的特性不同 所以你塗很厚沒用 因為它最後就在那邊裂開給你 結果那邊乾燥水下去 最後它一直跟你講 你看我塗多厚多厚 多什麼樣 所以不是厚就好 不是這回事 那像遇到這種狀況啊 我們怎麼跟它說 它才不會更小燈熟 這個其實你就是一個 不好意思 這麻煩姐 要先講 給我稍微論一下 把這個補一點 其實他們都能夠接受 師傅你可以這樣子啊 拜託 你也可以 我現在 只有師傅不會很生氣 把那個防水泥塗我 師傅可能有不同的口味啊 那我覺得這個邱大哥 也蠻多這個經驗 這關鍵施工的部分 可以跟我們分享 剛剛趙先生談了幾個 是基礎工程的部分 那當你舊房子裝修的時候 就是把鋁窗啊 泥座把它做完成 有一個概念 就把它做成 像新塵屋焦屋的樣子 那新塵屋的步驟呢 後面的步驟就簡單了 就是冷氣木工油漆系統 那我們這裡要教大家 一個關鍵監工 就是冷氣的部分 那大家現在大部分 都會裝分離式冷氣 那分離式冷氣的室內機 有個非常大的功能 就是要把空氣中 濕跟熱的水蒸氣 把它凝結成冰水 然後排出在室外 所以它室內機 一定有個排水管 是這裡嗎 可以看到圖片 就看到這個排水管 圖片上其實應該是 往下接的排水管 但是因為它側面拍 所以看起來有點往上 它應該是往下 因為水是往下走的 那我們就一定要設定這個排水管 但是很多人的排水管 就用好像比吸管再粗一點 吃珍珠奶茶 像那種的排水管一樣做 吃波霸的就不行了 還要再更快一點 它是一種非常塑膠的軟管 那我會建議大家 應該用PVC的硬管 因為這有點像是要做真正排水用的 可以說哪一個是PVC嗎 這個才是PVC 對PVC的硬管 那這個就是軟管 這個是冷煤管 冷煤管 然後大概冷煤管 我們等一下再聊 然後這個PVC的硬管 不只是PVC硬管 我們還要在外面再加保溫層 那為什麼我們要再加泡瓶的保溫層呢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經驗 冷氣在漏 有人有這個經驗 冷氣在漏水 但是並不是這個水 從這個水管裡面跑出來 而是因為你的冷凝水 就是好像你喝冰的飲料 外面是不是都濕濕的 因為熱空氣 夏天很熱你才會開空調 因為熱空氣 碰到冰水之後 外面結成水珠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大樓裡面 會看到一排都在滴水 原因 那個就是排水管的順路 排水管運動不好 他就是沒有做PVC硬管 並且加保溫層 保溫層呢 就是讓它的冰水 再控制在裡面 讓它的冰水的溫度 那個冰的溫度 不會向外散 才不會造成 空氣中的熱蒸氣 碰到冷凝水 所以這個是冷氣的 關鍵監控的部分 那這張圖呢 要告訴我們什麼 另外這個地方是一個 剛才張先生談了幾個 用彈硬水泥做防水的方式 那防水做了這麼多 當然防水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不織布做四個角落 或玻璃纖維瓦 做四個角落的方式 但是都沒有這個測試來做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在做放水測試 就是假設今天浴室做完 泥做像一個三明治的手法 他先打底 然後再做防水 就彈性水泥防水 然後他現在要貼磁磚 這在貼磁磚之前 在做彈性水泥之後 就防水之後 我們就把水放了 把浴室好像淹水 直接做測試 直接做測試 就好像浴缸 直接做測試 而且你要挑禮拜五的晚上 因為它可以 有時候你還沒滴到樓下去 就已經明天了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禮拜五晚上 翻三公分的水 然後呢禮拜六 禮拜天過了一天 你知道下禮拜一 樓下有沒有跟你反應 那樓下如果沒有反應 表示這個防水 等樓下反應他就已經殺上來了吧 樓下如果這時候反應 那還算來得及 因為他可能是木工天花板 因為你後面還有木工要做 你可以幫他修復 木工油漆再幫他修復 但是如果這時候他沒有反應 表示這個水經過兩天兩夜 都沒有漏到樓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蠻關鍵的事 而且很多人不願意做 我們又就有個例子 就是他的泥座師傅是他叔叔 他就說做什麼放水測試 我從來也沒聽過 那他就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防了水 不過他叔叔做了 他也只能摸摸鼻子 所以大家還是要在這個關鍵的地方 適時的告訴師傅 那另外這張圖呢 因為這張圖呢 就是我們剛才 台的新芒子就是冷氣 接下來就是木工做 那木工大不了就做天地必貴 那如果你要省錢 當然就可以只做天花板的部分 那地板找地板公司 櫃體就找系統公司 牆壁就用油漆來表現顏色 那這個木做天花板是細酸蓋板 他的腳料是石木的腳料 然後這個腳料他貼上去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用釘槍直接貼 你會發覺他正在用白膠 把細酸蓋板貼在木材的腳料上 這是偷工減料嗎 這是好的 是喔 因為其實貼白膠 其實白膠非常顯 難保素質沒有多少錢 一般沒有多少錢 但是因為你貼上去 你釘的時候會更準確 就是他比較不會脫落 不會釘歪了 對不會釘歪了 更準確 之後你都還會把他認錯 對 然後我就外行喔 是不是 好啦沒關係 那這個 最後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請這個兩位專家 幫我們再叮嚀一下 自找公班有什麼樣的小事情 或者是小建議好不好 最重要的一個建議 來請嘉欣先好不好 我覺得找對公班 找對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在那之前應該 慎選公班 後續其實很多事情 我認為都相對容易水到渠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你不應該用錢 做唯一的指標 來選擇公班 那我常常教我的客人的方法 你至少比了兩三家之後 那他們都會出一個估價單 你把價錢遮起來 那前面就是你的項目 你可以給第二個公班 比這些項目 甚至他如果願意來也可以 他都沒有來 例如像廚具 衛浴這些設備 你可以在網路上 就可以讓他估價的 你可以把前面 後面價錢遮起來來比較 那當然你會找出一個最低價的 但是大部分最低價都暗藏危機 例如像我們剛才說 這個貼白膠的地方 他為了趕工沒有做 或者剛才放手測試沒有做 所以那當然 這種對是不會列在估價單位 這不會列在估價單位 當然最後你選擇的時候 我建議你不要用最低單價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覺得有點像結婚 或者交男女朋友 你覺得哪一個對你比較有緣分 他講的也是你聽得下去 順眼 對 是